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是沉稳大气 最后一试 气息归原 是整个功法的收尾部分 也同样非常重要 我们先来看一下完整演练 云端白鹤 翘脚蹄腕免大包 屈膝蝶腕斩纸烧 起身植背 提脚肿 落肿沉气 提轻飘 鹤 长寿仙琴 一品鸟 该世中的斗腕亮掌 犹如搏击云天的白鹤 翱翔长空 潇洒飘逸 凤凤凤凰来移 随着吸气 转体悬臂 随着呼气 上步勾手 随着吸气 转身 纷掌 随着呼气 并步沉肘 无有诗语 飞来五色鸟 自名为凤凤凰 千秋步一见 见者 国作昌 气息归缘 吸气 深吸 悬臂侧身 呼气 蹲腿 两掌合抱 共做三次 做完后 两掌在侧身合抱 跌于观园 赤龙脚海 左 二 三 右 二 三 将穹江玉叶分三口咽下 一 二 三 整套功法到此结束 欢迎回来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注意保持逍遥自在 动作的幅度不要太大 不能急于求成 好的 我们来看详细的分解动作 第十诗 云端白鹤 随着脚趾翘起 两掌虎口眼体侧向上磨浴 至大包穴碾按卷 脚趾抓地 两肘内核 叠腕卷趾 斩指外开 两臂经体侧 上举至头顶 抖腕亮掌 指尖对尖鱼 两掌下落经体侧 重心缓慢下降 第十诗结束 第十一诗 凤凰来移 随着身体左转 两臂侧起至斜下六十度 随着两臂外旋 前摆 崩脚出 勾脚落 上部翻扎 重心前移 成勾手 随着重心下落 后坐 两手经腰间前穿搭腕 两掌翻掌心朝外 撤分 随着收脚指尖外引 两臂缓慢下落 右侧动作同左侧 为方向相反 随着两臂撤起时 力打指尖 外旋时松腰成宽 重心前移 斩胸斩腐 随着重心后坐 两手经腰间穿掌 随着翻掌 随着翻掌 两臂撤开 手脚并步 指尖外引 两掌缓慢 弱于体侧 第十一式结束 第十二式 气息归原 随着吸气 两臂撤起至斜下六十度 臂内旋 随着呼气 两臂外旋 向前拢抱 形成喇叭口 随着回收 两膝 缓慢 伸直 侧摆 随着外旋 两手 向前拢抱 随着回收 两膝 缓慢 伸直 两臂撤摆 外旋 向前拢抱 男生 左手在内 女生 右手在内 大于旗下 小腹处 不停 两臂撤旋 接收拾 第十二式 结束 收拾 两臂撤摆 经体侧 在外旋 向前 画弧 男生 左手在内 女生 右手在内 搭于旗下 小腹处 左赤龙 脚海 舌尖 左绕 三圈 经上牙 下牙 在口腔内 绕三圈之后 反方向 再绕三圈 将口腔中产生的筋液 分三口 咽下 吸气 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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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气 吸 眼 呼 吸 眼 呼 吞 三次之后 两手 缓慢下落 垂于体侧 两眼平视 收拾 结束 废 请不吝 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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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